台湾饮食于国际舞台上读获认可 不论是茶叶 咖啡甚至巧克力都有亮眼的成绩 被视为果酱界奥斯卡的英国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于15日颁布年度最佳果酱职人 来自台湾的好时光Kia Chen首次参赛便从全世界超过40个国家 近3.500瓶参赛作品中展露头角 获得年度双金大奖 有台湾果酱女王之称的柯雅在领奖时开心地秀出我国国旗 让世界看见台湾 在英国 柑橘酱是日常饮食的重要陪伴 英文里甚至被规定Marmalade只能代表柑橘酱 不能代指其他果酱 可叠柑橘酱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性 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自2005年起 与盛产柑橘的英国彭里斯举办 不仅以口感香气为评比标准 果酱制作食材及果酱左餐的多元性也是重要考量 英国威尔斯亲王查尔斯王子也曾于该比赛中品尝世界最好的柑橘酱 该比赛犹如果酱界的奥斯卡 世界柑橘类果酱大赛大会评审团表示 今年报名量创下史上最多 参赛水准也是史上新高 尽管竞争如此激烈 来自台湾的好时光Kia Chen从中脱颖而出 被大会肯定为世界席的果酱职人 获得年度双金大奖 被誉为台湾果酱女王 好时光Kia Chen品牌创办人柯亚表示 好时光Kia Chen创立近十年来 不断坚持以台湾水果创作果酱 探索各种果物的可能性 将果酱封存台湾的封土文化 这回得奖很荣幸能获得国际肯定 也期待透过这次机会 让岛屿果位的已跨出海洋 被世界品尝 更多人能透过果酱认识 这块土地所孕育出来的水果之美 此次参赛好时光Kia Chen 共有三款果酱获奖 其中 成花金枣黄柠檬果酱 采用宜兰的金枣与金橘 作为果酱主轴 透过黄柠檬与橙花 饮出金枣的甜蜜滋味 荣获年度双金大奖 于使用有序食材 及适合佐餐与料理 两类金枣 白酒果爵金枣果酱 则同样已来自宜兰的金枣与金徐 搭配果爵茶香与淡雅白酒收尾 获得适合佐餐与料理同奖 威士忌甘局市好时光Kia Chen招牌果酱 以明亮滋味的柑橘搭配 深层威士忌熬制而成的华丽茶果酱 则获得使用有趣食材饮酱 适合佐餐肉料理饮酱 食用酒类食材同奖 成花金枣黄柠檬果酱 为好时光Kia Chen 与Pico食品杂货铺共同研发 将于4月中下旬于 Pico食品杂货铺独卖上市 白酒果爵金枣果酱 与威士忌甘局果酱 均已于好时光Kia Chen官网上架贩售 好时光Kia Chen 产品 手工果酱 国物甜点 台湾好茶 科雅的努力 让台湾越上国际 获得年度双金大奖 二金 二银 二铜 这样的成绩让人敬佩 星号 提供